四位民眾戴上面具在緬甸街頭大聲吼叫 施放彩色煙霧彈 因為四名被控進行恐怖活動的民運人士 竟然在國內遭到處決 遭到處決的包括知名民運人士 決明友和翁山蘇姬同政黨的前國會議員 飄炸雅桑 他過去曾是嘻哈歌手 這也是緬甸近五十年來首次處決人犯 決明友和飄炸雅桑 被控協助民兵與軍方對抗 只是他們的家人得知處決消息後 聚集在仰光監獄外想瞭解真相 但卻被遇方拒絕 飄炸雅桑的妻子說 沒有人通知她丈夫的消息 甚至連遺體都看不到 國際社會譴責緬甸政府要求停止暴力行為 只是針對軍方這次處決作為 大陸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卻回應 對於緬甸內政他們的立場是不干涉 TVBS新聞綜合報導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通知小鈴鐺